我们今天是来到了索泰10周年庆典现场 那么现场最有意思的展示物就是这10周年的显卡墙 索泰展示了10周年以来 几乎所有索泰的非常经典的产品 那我们一个个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2007年也就是10年前的8200GT 这个产品其实是一个甜品卡 就相当于现在的GTX1060 那么它的价格大概是在当时是2000元左右 索泰就干了一件非常疯狂的事情 它对这样一张公版PCB公版散热器的8800GT超频 超了100兆 当时的100兆是非常了不得的 那么这就直接导致它这张8800GT的性能 直逼4000元价位的8800GTX 你想想看你花2000块钱买一张1060 结果性能和1080是差不多的 这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 8800GT这张卡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就是它原本的绰号叫做茉莉花 什么叫茉莉花呢 就是莫屏立即花屏的意思 那么可以看到现在这张卡用的是一个7厘米的一个风扇 那么当时最早期的8800GT是有6厘米风扇的版本 很小的一个风扇 这又导致它的进风量很不足 然后就会出现花屏 那么索泰这张已经是一个后期版本了 解决了这个问题的一张卡 那么茉莉花的称号在当时是非常有意思的 另外一点就是8800GT采用的是G92的核心 G92是英伟达历史上一个非常经典的核心 这也是英伟达的所谓马甲这个称呼 开始被人广为人知 G92这个核心确实是沿用了很多代 第二张显卡是2008年的9800GTX加512G版本 那么这个卡在当时同样是一个甜品卡的定位 它是完全源自于上一代的8800GTS 然后当年的显卡行业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由于隔壁ATIA的盈威呢 NV的9800GTX这张卡是一跃爆降千元 成了一张性价比非常高的显卡 那么在这之后呢 NV就推出了9800GTX加用来取代9800GTX 这个一张甜品卡 在280260之后的一张甜品卡 它的价格自然是非常便宜的 对于索泰来说呢 这张卡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首先你看它用的是一个AC的双改散热器 AC散热器在业内还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厂 然后它这张卡是索泰第一次开始尝试飞工堆料 非公买显卡呢以前都是被认为是缩水的代名词啊 因为经常有厂商在这个PCB的用料上做文章啊 四项砍成三项 甚至砍成两项的都有啊 这个供电真的是能省则省 而索泰则是开创了一个仙盒 做出了用料非常高端的非公卡 这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 当然这也是索泰获得堆料王这样一个称号的开始啊 是现在转到2009年 那这一年呢NV是推出了GTX260这张显卡 这张显卡也是非常有故事的 甚至可以说是这里的显卡最经典的一款啊 260这张卡呢 它采用的是和280相同的超大号佛性 然后只是做了一点阉割 那么这张显卡本来就是定为一个高端卡的 卖到2999的这价位 也就是现在的1070这个样子啊 但是呢也是由于对手ATI的淫威 突然间它就降到2000元的价位 降到2000元之后呢 这个卡就非常划算啊 那你想啊 如果一张1080Ti现在降价到2000元 对吧 你用2000元这样一个甜品卡的价位 买到一张超大号旗舰核心的显卡 是不是非常划算呢 因此这张卡在玩家中也成了性价比的代名词 那么对于索泰来说呢 这张卡也是在堆料上更进一步 你看它采用了一个三风扇的AC的散热器啊 比刚刚那个双风扇AC更加的恐怖了 并且这也是索泰第一次尝试越野间PCB的设计 你看是不是PCB要比公版的卡要高出来一截呢 而且这张卡在当时非常恐怖的使用了15项供电的设计 你要知道在260那个时代 显卡普遍都是三项供电四项供电 15项供电简直是前所未见的 这些用料上的优势呢就使得这张260非常的能超啊 接下来呢就到了GTX460以及560Ti这两款显卡 从这个时候开始呢英伟达算是学坏了 他们在甜品卡上把双精度的性能给阉割了 就使得460、560以及560Ti这些显卡 他们的发热量比旗舰级的480、580低了很多啊 你看这张460只使用了一个单风扇的设计 560Ti也只是使用了双风扇 其实也是因为它的发热量比起以前显著的降低了 从5系卡开始呢 NVIDIA就学到了一个教训 不要在旗舰卡上使用发热量这么大的一个超大号核心 因此在2012年6系卡时代呢 NVIDIA就学乖了 它开始节能模式了 它推出了一款GTX680 这个是NVIDIA史上第一次在旗舰卡里使用小核心 那么在当时就是GK104嘛 那么这个卡呢当时是非常震撼的 因为一张旗舰卡它的一个发热和功耗 竟然只是甜品卡的水平 这就是用了小核心的好处啊 当然啊发烧级的玩家肯定也会说 NVIDIA这是玩套路啊 坑玩家拿甜品来骗钱 但是从此之后呢 显卡的价格也确实是一路在涨价了 之后的富士我们就非常清楚了 从这个甜品值显卡GTX760 再到3.5G显存的GTX970 然后再到非常良心使用了大核心的一个入门大核心卡 GTX980Ti 再到去年的旗舰卡 甜品旗舰卡GTX1680 在这些显卡上呢 索泰是把它的PCB和散热器越做越长 越做越大了啊 然后尤其是到了16年的时候 跟着已经使用上了16项以上的供电啊 非常的恐怖 那么最后再来看一张现在出品的 我非常喜欢的显卡 就是这一张GTX1080Ti的mini版 这是全球最小的GTX1080Ti 但是你们一看它小啊 它在22厘米正短的一个卡长里面 塞进去了8加2的项目点 并且它的接口仍然是8加8pin设计 那么这张卡真的是感谢索泰技术实力的一张 非常典型的高端卡 说明索泰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 虽然说仍然有很多的玩家 喜欢这种非常巨大 用料又非常豪华 动不动就十几二十项供电的 超豪华大型显卡 但是玩家中有越来越多的人 喜欢ITX小机箱了 就像这样的显卡 可能是许多玩家未来会考虑的对象 那么如何在一个有限的体积内 把电器性能发挥到极致 这就是显卡场上未来应该去思考的问题了